我们快到目的地了 我们越开越黑越开越黑 现在到了最黑的地方才能看到银河 周围一片黑暗 除了我们的车灯一点光都没有 我们到目的地了 只有车里面有光 外面全是黑的 这里真的好黑啊 而且好安静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还是零度 因为是在山上是高原就很冷 现在我感觉不止零度 体感会更低一点 因为风很大 看一下 对因为 这儿有写 现在的体感温度是负湿度 因为山上的风特别大 我觉得不止负湿度 应该会更冷 所以我躲进车里了 拍视频真的挺辛苦的 加油 所以需要尽量度 现在三点四十二了 下山了下山了 刚刚看到有熊出没的情报 本来开始不怕 看到那个有熊出没的情报之后 我还有一点担心 拍着拍着熊就来了 我们拍完星空 现在往回家走的路上 在栗木县的乡间小路上 看到这些稻田太漂亮了 停车下来拍一点视频